好 接下來請帶您看到這是今天的財經100秒 上海股市7日再次重挫 上陣綜合指數接連3天大跌8% 港股也跟隨陸股走低 橫指連續第6天下跌 累計跌幅達4% 台灣財政部公布最新的國債中 至今年4月底 中央政府債務共有5.63兆元 平均每位國民備債24萬元 如果加上還沒有記入國債中的地方政府債務 公職退付金 勞工農保等潛藏負債 有媒體估算 平均每人負債高達107萬元 SANA評測機構指出 他們發現中國騰訊的所有產品 皆藉由取巧的方式改善排名 決定撤銷騰訊產品的證書及獎項 騰訊產品也已經消失在 AVTES的防毒軟體排行榜上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